今天是星期六早上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的话 要做一点比较特别的早餐 就是这个音乐早餐哦 所以在前几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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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忌倡酱油 我们放一点那个牛油 蓝牠油 厚方 Regard 铜斯 肚湿 煎一煎 那麵包煎一煎 会比较香一点 不要去买麵包吃 再加一点点 牛油 插在麵包 再反面来煎 这个第二个麵包怎么那么难翻 直接切掉回来 煎好了 不好意思前面卡了一下 煎 hot dogs 煎到 就是这个有弄热那个油 有那个室温的温度 把一条条热锅堵下去 哇 碰油耶 也是煎的不是很简单 然后就这样煎着 煎到金黄色 就可以把它滴干油 演讲 跟你们讲着这一个 罐头豆豆 不要一打开就吃 一定要煮熟哦 这个早餐 义饰早餐最重要的 这个主题就是这个 番茄豆豆 很好吃 一碗豆豆 哈哈哈哈 这次啊 应该不会香豆豆 所以大家可以吃 一碗水 然后加这边一碗水 因为它整个罐头里面 它的水分不够 所以要加一碗水 然后加碗浆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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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提味一下 因为它不够甜 耶 你个人比较喜欢吃 比较甜一点啊 是不是吃甜们 你就不要开心了 然后我们就 varieties 然后还煮沸腾 然后到这边要开大火 煮蛋 炒蛋时间到 recherche 煮ixe 炒蛋 我们需要先融化两小块的这个牛油 这样子翻翻它一下 让那个小火让那个牛油化开 这样子沾平整个这个顶底锅 那这个鸡蛋是先打好了 全部放进去 这样子慢慢的打入进去 然后开那个中小火的键 看到它有这些泡泡泡起来的时候 代表它说它已经 这个鸡蛋自己已经半熟了 就可以往中间这样子推 一定要跟着我的方法 它就会有那种呈现出那种程式感 一天一天这样子的鸡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sugrabble egg 然后这边要煮到它随随这样子 放起来非常的松软哦 这个鸡蛋就可以盛上来了 让关小火煎熬 它就变散焦掉 这样子炒炒 松软湿湿这样酸软就可以了 是时候摆出外国风格的早餐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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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线里还是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